全國 Apple宣傳iPhone14的eSIM卡好處 有些客戶批評 在國內銷售的所有iPhone14機型 都移除了SIM卡的置卡槽表示不滿 Apple在星期三發布了一份新的宣傳文件 概述在國外旅行時 使用eSIM卡的各種好處和選項 蘋果表示eSIM卡比實物的SIM卡更安全 因為它無法從雕塞或秘道的iPhone上移除 Apple還表示eSIM卡消除了獲取、攜帶和更換實體SIM卡時 等待它們通過郵件驗證的需要 宣傳文件指出 iPhone XS和更新版本可以儲存8個或更多eSIM卡 而iPhone 13及更新版本可以同時激活2個eSIM卡 這些機型可以包括一個用在家的eSIM卡 以及另一個用在正要訪問的地方的eSIM卡 可以通過更換設置裡面的選項 來交換儲存了的哪些SIM卡 正是處於活躍的狀態 蘋果表示 客戶可以激活在美國購買的解鎖iPhone 14機型 該機型在全球100個市場 400多間運營商那裡 都有支持iPhone上的eSIM卡 Apple補充說 很多全球服務的供應商 還提供預付費的eSIM卡數據計劃 以便在世界各地長期使用 有些人在出國旅行時 攜帶緊支持eSIM卡功能的iPhone 14機型 表達了對eSIM卡可用性的擔憂 旅遊攝影師Asterman表示 他有些擔心eSIM卡的實用性 他通常會到發展中國家拍攝 然後購買當地的SIM卡 他計劃明年夏天會去東非拍攝 但他搞不清楚 如何才能在那裡註冊eSIM卡的線路 宣傳民黨不太可能安撫失望的顧客 但他的確是使用eSIM卡技術的有用資源